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見過落法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是七福神裡其中一個福屋仇 七福神來到這裡 你不來求就死蠢了 你知不知道這些人 有些小銀子 有些錢在這裡花錢 因為花了錢來講 你長年到晚就有錢花了 這裡我準備了一個小銀子 你看看人家 所以這裡是小望神 你看這裡站了圓 站了圓、站了福 這裡全部都是那些廣告 都在這裡, 祈福的 但是裡面就關門了 拍不到 但是我們自復的 你看門已經關閉了 看不看得到嗎 門已經關閉了 但是我們可以站在外面 就是五福神 你看看那些廣告 這就是小銀子 這就是小銀子 我拿來洗一洗 這些人就在那裡站著 在那裡先去完 去完之後呢 就過來這裡就小銀子 有些用銀子來洗 洗了銀子之後 然後就放在你的荷包 就放在你的荷包 一年到晚呢 荷包卜卜卜醬 就是豬籠入水 好像我 為什麼我叫你們買豬籠入水 放在荷包 就要你荷包卜卜卜醬的意思 所以你們記得要買豬籠入水 那麼來到日本這裡呢 我們呢 就是一年到晚就有錢洗 洗不完的 有錢剩的 越洗越多錢來的 我們就準備了銀子 他們就很誇張 整個銀子 你看看 這個銀子的意思就對了 這樣放著它 這樣放著它 來 這樣洗 是這樣洗 是這樣洗 越洗越有錢 越洗越多錢 越洗越有錢 洗呀洗呀 哇洗到風生水氣 富甲一方 富甲天下 洗了之後呢 這個錢就得了 這樣我們就把它放在銀包裏面 放一整個鍊 是不是穿過一整個鍊有沒有效 未必的 因為它的前面就有個福六十在這裡 我帶大家看一看 前面都是福六十 你看到嗎 福六秀金身就在那裡了 但是很清楚了 那些人呢 全部這裡就是排隊的 你看 拿銀子出來的 你看看見嗎 拿銀子也有 銀子也有 就排隊在這裡就是洗的 所以它就是傳統的 你拍的已經在前面了 所以這裡是出福神的其中一位 所以你們來到日本呢 來到神社呢 你們就要去拜了 這裡叫做小網神 神社 小網神 是不是有福六十 一定要摸一下它的頭 發過豬頭 再摸一下它的頭 腐甲一方 再摸一下它的怪獎 一輩子走路 都又氣又力 再摸一下它的手 這個頂 銀子就陸續來 銀子多到爆棚 再摸到它的臉 嗯 富貴 就陸續來 摸一下它的腳 腐甲天下 再摸一下它的腐甲一方 明白嗎 這些是很注重的 所以我大家看到 小網福六壽神 就是這裡了 就是七少福裡面其中一個 它的真身 它的原神 就在裡面了 看它在這裡 所以你們來到這個日本呢 你們一定要放七少福啊 你們來到日本不放七少福就死蠢了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又去第二島了 因為工作的時間除了呢 就一定要來這裏求神 是求財啊 我們來 洗了 特別靈一點 他們就排隊了 你看看 洗銀子 洗銀子要識洗 還有一隻龜 看不見一個神龜 你看不見一個神龜 沒見過這種龜呢 這種龜就漂亮了 這種叫做海龍龜 海龍龜 有沒有聽過海龍龜 北京故宮門口那裏 沒有兩結 沒有兩隻 就是填寧亦仇的意思 所以說呢 福神來說呢 他是個朋友來嘛 摸兩下 我摸他回去先 我摸他就回去 他的原神就跟我回去 我就慈福給我 和慈福給大家 好不好 大家都有慈福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最重要 銀子洗不停 最重要這件事 你們一樣 所以你們去買福樂壽 我那裏面有福樂壽三樽 快快 請一套回家 放在廳那裏 希望呢 就福樂壽 因為是七少福其中一位 所以你們都沒有執書 你看看我們華人 有福樂壽三星 三星嘛 三星廣照 日本也有福樂壽三星 但是有一個一星 我們華人有三星 其實是同一個例子 那你們如果是說 當然要有食得又融得 又有錢勢 又有錢融 又要健康福壽 就要在家裏擺福樂壽 你去金融圈買了 已經開了九雲 和聲印 和官印 和國印 三種印在裏面 記事了 拜拜 不要執書 人家說 執書行頭 慘過敗家 這件事你要知道 記得了 拜拜 是否在這裏 在這裏 一陣在這裏 YES 在這裏 這裏就是鳳凰 這裏 有福手 有權 有鳳凰 有權 你看我的工作人員 多開心 好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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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要用 死蠢 你用了 你的利微錢 就花不到 你收起來 放在銀包那裏 就好像豬籠鴨水 放在銀包那裏 連年都可以用 沒有申請 一些 這裏收起來 一輩子都不要用 你一輩子的錢 便花不完 明白嗎 所以這些是有根據的 你不要說不信 我很信 這件事 降到銀子就很信 你們都是一樣的 財運的東西 最重要是亨通 你說 對不對 所以要記得 記得買 豬籠入水 和福龍壽三星 你們快點上去金龍圈買 不要說我有筍的 不關照你們 你們好 只知道我好 所以說很多東西 出少少 就賺多多 你明白嗎 你們記得 你陸續都有人來拜的 很多人來拜的 這裏一定要到的地方 你不來的這裏 你求這個 小網神社這裏 你就真是浪費了 不要說我不給你貼士 如果我沒有當地的日本朋友 都是不行 好了 我們就今天講到這裏為止 但是我再拍些給你們看 記得買豬籠入水 千吩咐萬吩咐你們 你們有財中 你們有賺到錢 正經去做工賺到錢 或者做生意賺大錢 我都有福氣 我說到有利有無 所以說這些東西 大家要雙贏 不雙贏的東西 沒意思的 最緊要順風順水 拜拜